就是蠻多的,像我們要下載是股市資料,裡面有三十幾個啦 那我這邊已經有建立好一個清單了,所以你這邊可以直接把範例檔打開來 那我們第一個已經錄製好一個剛剛講的單次的 不過單次呢,它只能按下去它固定 固定什麼呢?固定就是只能下載水泥 可是我如果要下載什麼呢?食品、塑膠 那你會發現喔,你剛剛錄下來的東西 裡面的話,基本上呢,它一定會有什麼呢? 一定會有一個URL,一個什麼呢?分號 後面的話呢,會接一個你剛剛貼上的就是你的網址 所以未來怎麼樣呢?如果你希望呢,讓它去下載其他的 那個那個網址的話,那你其實怎麼樣? 可以利用傳遞引述的方式去變動它就好啦 那這樣它就會一直去幫你變換下一個 欸?有沒有?那你介紹表 就是透過傳遞引述的方式就可以得到你要的這個變化 所以第一個,也許你先錄製 那個你要的這個 VBA程式 那第二個的話呢,當然喔,我們剛剛講到的 第二個就是你就是新增 工作表 那不過,其實新增工作表裡面是空的 現在還沒有放資料 那當然還有一個刪除 那再來怎麼樣?就可以跟剛剛的那個P4 那個下載那個 就是網路上的資料喔 把它做連結,把它做結合 那結合的地方啊,特別注意要怎麼樣把它結合在一起呢? 欸?這個其實是比較 所以你們可以想一下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當然一定是跟這個結合 當它怎麼樣?新增一個之後呢? 然後幫我把資料下載到這邊 下載之後的話呢,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欸?直到全部為止 那下載完之後呢,讓它又切回到這個好了 OK,如果你要看哪一個就點進去看任何一個,這樣就OK了 不過理論上喔 在下載之前可能要先 呼叫什麼 刪除舊的 也許你每天都要下載新的嘛 更新之前 那你可以先把舊的,所以 可以在 就是P4 下載之前 先刪掉舊的 所以你可以call一個 P4刪除 然後再什麼?新增 那不過呢,怎麼樣可以跟 我們前面新增,然後再放資料 跟剛剛股市下載結合在一起 這裡我想各位先想一下,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可能你們等一下要注意一下 其實 最大的問題是速度真的太慢了 為什麼?因為你光下載,它會 隔好幾秒 再下載另外一個 所以我建議啦,你如果要練習的話 不要練習太多個 頂多練習一個大概兩三個就夠了,不然的話真的會等太久 像我這邊demo,比如說我下載前三個好了,我只有下載三個喔 按下它,我要做完的就是剛剛講的 你會發現它開始跑了 可是問題喔 光跑,你看喔,跑一個 現在還沒看到一個 有沒有,它這邊會正在截取 光跑啊 跑三個大概就跑很久了 所以強烈不建議你全部跑完,否則的話你可能跑到 可能下課它還沒跑完 那就麻煩了,而且它會一直在這邊轉 有沒有,一個了,現在才一個而已,你看我講很 大概下載一個 那這個時候當然喔 是網路速度太慢了,沒辦法 所以有的時候呢 跟這個VBA沒有關係 VBA跑的速度很快 但是問題它等到資料下載,它才會做下一個動作 所以呢這個快慢喔,像 另外有一個那個 另外一個還蠻有名的 三個都下載了 所以大家花了 可能要花個好幾分鐘吧 如果你三十三個全部要下載的話 那花的時間更多 所以像上禮拜跟那個 我剛剛跟各位講那個 一次有工作室那個 今天沒有來,他跟我講說他之後可能沒辦法 因為他住中立 他是特地 為了要來問問題 才來上課 然後他就提到就是說 那個 比如網路爬 網路爬資料到底用 VBA好呢 還是用另外一個叫Python 實際上 如果 我們兩個共同 得到答案 其實 只要能夠抓到資料就好 管他用什麼工具 那基本上 你說 VBA這樣抓 不是很快 可是用Python會比較快 其實最後的結果都一樣 因為 慢都是慢在網路 慢在伺服器那邊 伺服器慢的話呢 你不管你用什麼工具 他還是慢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有的時候可能牽涉到 這個伺服器的回應速度 OK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請各位待會想一下 怎麼樣可以把第一個 跟第二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上禮拜都講過了 所以如果忘記的話你可以從上禮拜部分 再把它拿來 拼拼湊湊 然後我希望做出 再 增加除了新增工作表之外 還能夠把資料下載 資料下載 是結合 剛剛那個股市下載的那個程序 OK 這裡的話待會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設計有趣的地方 就是 最後可以拼湊出各種 各式各樣的 可能每個人的想法不同 當然 他就可以變出千變化的東西 所以其實現在 職場上 現在企業很需要 隨時自動抓取某一些網站 可能跟你那個行業有關係的網絡資料 那個網絡資料其實也許就是開放的 當然有可能會介紹幾個問題 就是說有些是可以抓的 有些可能抓不下來 可能以你目前的功力 要抓 可以 但是要抓很久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你一鍵完成 這就是你的價值 所以 一鍵完成 你要什麼 可能你以前要做很多動作複製貼上 做很多動作複製貼上 那現在 如果你可以透過VBA 一鍵就全部把它抓下來 那我想 這個很多公司裡面 就會有這樣的需求存在 那如果你可以把這些東西客製化的話 那其實就是你產生的價值 那就是 資訊服務業其實就是要這樣 幫你解決問題 OK 所以那個 上禮拜跟那個同學聊了蠻多的 那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刪 一 股市下載 剛剛講的 所以我把它錄下來 所以分別 一用那個 匯入 那個WEB資料的那個功能 然後刪除A欄 調整欄寬 然後取消選取 刪除A欄的話 其實你可以寫成這樣 Column 一 或者其另外一種寫法是 還可以怎樣 Column什麼呢 A 也可以 這個是Column物件的使用方法 那你會發現這個跟Sales還蠻像的 沒錯 因為Sales它有列跟藍 那Column只有藍 所以它可以用數字 也可以用英文 兩種都OK 然後後面如果你要刪除的話 Delete 如果你要那個什麼呢 如果你要 插入一個 藍的話 刪除 插入的話呢 那就很簡單嘛 Insert就好了 有沒有 Delete Insert Rose Rose物件也是一樣 列 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刪哪一列 你就告訴他哪一列你要刪 如果你要插入一列的話呢 那你就 哪一列 的地方 要Insert 它會把你Insert到哪裡呢 Insert它的上面 OK 所以其實 工作裡面常遇到像什麼 快速刪除某些列 或者快速插入某些列 那 或者是快速 剛好你的工作裡面就快速要 刪除某些藍 或者快速刪除 刪除或插入 其實道理都差不多啦 OK 然後呢 這邊的話 AutoFits是自動調整 你也可以告訴他一個範圍 哪一籃到哪一籃 自動AutoFits 而且我記得 這個點下去它不會出現 但是如果你 不打刮虎 點下去它會出現 這個做法跟那個Sales一樣 所以理論上有的時候我如果 實在是背不出來 或懶得背的話 我可以先把 這個AutoFits 先什麼 先打上去 有沒有Auto 不要打錯 AutoFilter是 這個 自動調整的籃框是這個 然後你打完之後的話呢 你在這邊再加刮虎 告訴他說哪一籃到哪一籃 你就是A到哪一籃呢 你就可以看一下 針對 A到比如說L籃 你要做那個自動調整 那你就跟他講一下 或者甚至你可以這個刮虎都不加 這刮虎不加的話 意思說 所有的籃統統自動調整 那 當然兩種寫法都可以啦 不過 可能會差在效率 你如果指定籃 再來調整 跟所有籃都調整 當然 指定的會比較快一點點 不過我感覺好像 實在目前還沒什麼感覺 所以你寫全部也沒什麼關係 OK 那這個是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刪除這個講過了 新增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 把他三合一 三個合併成一個 就變成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功能 三合一 有沒有 那怎麼做 1 請你先把 P4新增 這個 把它複製 到下面 我習慣選舉他按 Ctrl鍵 Ctrl鍵按住就是複製貼上 2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 這上面當然不能一樣 所以 比如說 P4新增工作表 與下載 所以這邊的話加一個 與下載 名稱改 加一個 與下載 OK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 所以這個應該就跟他一樣 但是差什麼呢 1 當他下載之前把所有的 舊的都刪掉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call 因為我要刪除嘛 所以 我就呼叫什麼呢 刪除舊工作表 的這個sab 所以不用重寫啊 不用說把這個程式 call到這邊來 那程式不是變很長 所以 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直接把這個名稱 一樣按Ctrl鍵拖拉 這樣子 OK 第一個 所以 第一個是 拿那個新增來當基礎 第二個是 刪除 可是問題現在只有刪除啊 那怎麼下載 可是下載 在上面 這麼一大堆 那你總不能怎麼樣 直接把這麼一大堆 放在這個程式裡面 這樣子 其實 不夠高竿 比較高竿的做法是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 用呼叫的 call的方法 但是問題 call的方法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網址 有沒有 他會因為什麼呢 你每一次 給的不同 而 會去變換 必然的來源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一 把這個 股市下載的 這一個sab 改成 所謂的 共用程序 共用程序 就是說你可以用 呼叫他 並且傳遞 一個網址 給他 然後他就會 更改那個裡面的網址 OK 所以特別說 共用 那怎麼改 我的習慣是 先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複製起來 貼 一樣貼到底下 二的話 因為我習慣是保留 保留住 因為如果你把它刪掉 直接改 舊的看不出來 所以 我習慣在這邊 選舉他 變成註解 那就是先保留原來 原始的 那為什麼要保留 因為你怕說改了之後 改錯了 怎麼辦 那還可以恢復一下 重來一下 沒關係 OK所以記得 我複製好一個 然後用這個來改 那第一個當然 我可以透過傳遞一個 什麼網址 所以你可以傳一個網址給我 OK 他會傳一個網址給你 這個網址的話 通常是指的是一個字串 那我來變更他 那變更的方法特別重要 一請你把這裡面的網址delete掉 二的話 請你移到後面 因為他已經變成一個 引數 你可以把它當類似 變數來看待 那如果你要串變數的話 記得用 串接符號 還記得 end什麼呢 把這個網址 放在這個後面 有沒有 這個網址 放在這個end 的後面 然後呢 加一個空白 OK這樣就可以了 應該看得懂吧 不過我發現 同學好像對於 字串裡面在串一個變數 或者串一個引數 好像 比較有障礙 其實就這樣寫而已啦 你應該看得懂吧 實際上就是他傳過來一個網址給我 然後我就怎麼樣呢 跟他 UIL冒的話 所以網址串在這邊就OK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修改了把股市下載變成一個共用 的一個程序了 那這個程序我要怎麼呼叫他呢 所以第一個 我需要怎麼 假設我這邊有一個 X 那我在這個 X下方多一個Y Y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了 把這一行 X 複製 因為我要抓什麼呢 X是抓A欄 Y的話呢 抓B欄 所以把這個 改成Y 這邊改成B 一個抓A欄 一個抓B欄 有沒有 所以X是他的名稱 Y的話是他的網址 那再來怎麼樣呢 當他新增之後 我可以怎麼樣 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之後 我可以在底下 CALL什麼呢 股市下載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股市下載 這個 這個這個名稱 把它複製 CALL 股市下載一個名稱 然後呢 怎麼樣呢 你就是呼叫他 錢瓜壺 不過呢 因為我已經把它改寫成一個什麼 改寫成一個 就是共用的一個程序 所以呢 這個時候你必須傳遞給他一個網址 傳什麼呢 傳Y給他就好了 有沒有 因為這個 從B欄嘛 抓網址到這邊 所以呢基本上 我們就抓到這個網址 有沒有 然後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到這個Y裡面 那Y呢 再傳遞給那個股市下載 他就會把這個網址放到剛剛那個位置 他就幫你下載 下載完之後呢 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所以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陳氏就寫完了 應該看得懂吧 所以我剛剛 其實只有我把 其實就剛剛三合一喔 一 把那個 P字新增的 我改錯位置了 所以 這個地方 應該是改 兩個顛倒了 怎麼辦呢 乾脆這樣好了 把這個 乾脆給他 這個 這個維持原來 一就是先 這個 這一行也把它 放到這裡好了 因為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 我先 把P字新增 的 基本架構複製 加一個與下載 二的話呢 呼叫那個 就是刪除舊工作表 然後呢 這個地方多一個Y Core股市資料Y 那原來的那個股市下載 我是把它加一個網址 利用這個網址 傳遞這個引述過來 OK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三合一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最後的話 做完之後呢 當然 我們就可以來 實際上 做這個 Demo 這個 試一下 基本上我按F8好了 這個先呼叫 把舊的刪掉 所以基本上 它會先刪掉舊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取得什麼 重新取得 水泥 跟水泥的什麼呢 水泥的那個 這個 這兩個 然後 一樣新增一個水泥的 並且 Core股市下載 所以傳過來的話就會是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把它傳遞過來 然後去下載 下載完之後的話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資料 所以基本上 Refresh之後資料就下載了 然後做底下的事情 換下一個換下一個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 那個清單裡面的資料 全部下載下來 OK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那 下一行 一個 然後再換下一個 最後下載下來 我是建議啊 你練習的時候練習三個就好 你不要三十幾個可能會 練習很久 他抓會抓很慢 OK 那也許等一下 我們還有第2種方法跟第3種方法 第2種方法跟第3種方法 就不是用錄製的 那我們是直接利用那個 Excel VBA裡面的 一個物件 可以直接 其實外掛一個 下載網路資料的一個物件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 XML HDD 一個是 直接把 IE瀏覽器 當成一個大的物件 直接利用那個 IE這個物件 幫我去抓網路資料 也就是 IE瀏覽器可以下載的到 的東西 直接就可以把它 放到 VBA裡面 不過 難度是最高的 那這個 距離